时隔一年 AG又一次遇到了日本Skars 这一次的结局也是一样的 还是轻松的凌风 只不过今年Skars没有了去年那个中二的宣传片 多少显得有点落寞 第一局两边打得有点全闷 前期根本就没有任何碰撞 不过AG的运营能力肯定是远远强于Skars的 没打团就领先了几千经济 上高地时来了一波零换三 直接就拿下了比赛 第二局AG明显打得就比较放松了 前期中一直接去月塔对面的周瑜 虽然拿到了医学 但功本也被换掉了 Skars好不容易来一次 肯定也不甘心 什么都不留下就走 第二局四分半 他们四个人强行月塔击杀了伊诺的李源芳 果然伊诺在场上 总是最能吸引仇恨的那个 随后轩然的吉小满和对面的镜 也来了一波皇城PK 轩然也不负重望完成了单杀 我在等CD 你在等什么 他这个大招就纯纯的是一个追击型大招 就补伤害 不得不说两边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中一的功本逮到了周瑜 吉小满也进场击杀了卡芬妮 在这样巨大的经济优势下 Skars完全没有一点还手之力 A界2比0轻松带走了对手 赶来 这样的话顺着兵线就可以推到水晶了 再点再封个路 轩然在赛后采访时也表示 想复仇重庆狼队 抱挑杯的一箭之仇 打过他们吧 弥补遗憾吧 弥补遗憾 好 谢谢大家